大家好,我是斯芳克 今天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下一个德国的传统甜点,叫Waffel Waffel是欧洲最古老的甜点之一 在中文叫华夫饼 但是我也找到了一个名字叫卧夫 所以我不太清楚你们叫什么名字 在中世纪,特别在西欧和北欧就非常受欢迎 比如说在法国,比利时,荷兰 然后北欧和西北德国 Waffel的做法和种类有很多 比较有名的是正方形的比利时华夫 比利时华夫有布鲁萨和烈热华夫两种 做法不太一样,但是那个饼身都比较厚 然后鸽子比较大 这个时候在上面还加水果,奶油,巧克力等等 在德国和北欧比较多是另外一种新型的华夫 那种没有那个比利时的那么厚 还有做法也不太一样 然后还有很多别的东西都有Waffeln 最有名的饼可能是买冰淇淋的时候用的那个 但是在德国的乔市里很多东西都有华夫饼 有的华夫是脆脆的 有的软软的 然后这类的词也按是荷兰语的Waffeln 意思和蜂窝或者编织有关系 可能是因为样子有点像 为了做waffen我们用一个这样的waffel eisen 中文的名字我也不太清楚 可能是卧腑黄口母或者花腑口盘 用两块金属模具合液而成 被用作在花腑上压制all in 首先我们把人造荒油加热 好的现在我们做面糊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所有的材料都放在一个碗里 面粉刚加热的但是不是特别热的人造荒油 盐白糖泡大粉一个鸡蛋牛奶 现在可以浇一下 这个花腑烤盘我们差不多十分钟前就打开 因为我们需要这个金属都加热 才可以开始做花腑 现在可以开始 先我们需要加一点油 然后加面糊 然后关 两三分钟后应该烤好了 可能第一个可能第一个也有点不太成功 经常是这样 然后越来越好 可以用一个叉子 这个看起来还不错 越来越好 就会变了 像这样 像这样 接着 绣子 其他成为 融合 在 当中 这就是那个叫Waffel的传统甜点 Waffel爱的那个厨具的历史很长 但是科学家还不太确定是在哪里发明的 主要有两个猜测 第一个和基督教有关系 在基督教有生餐面包的传统 再对于叫Hostia 原来真的是一种面包 但是以后变成了一个很薄的面饼 对于叫Oblate 他们用的Hostiaan Eisen上面 也有一个和基督教有关系的雕刻 让他们的面饼上面也有一个图片或者什么字 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大营修院 找到的这样的圆形的口碗 是最早的之一 在中世纪就有 另外一个猜测是Waffel爱的是从北欧来的 身为在有的从七到十世纪的 维京人女生的坟墓里 考古学家找到了比较简单的 这样的口碗 所以有可能是现代的Waffel爱的一个前身 现在在北欧华夫饼还是一个很重要的美食 比如说在瑞典在三月二十五号还有华夫饼节 有的科学家认为那个华夫考盘的发明同时与基督教相关 也与黑基督教传统相关 在法国、比利时、荷兰、北欧和北部的德国 这样的古老的华夫考盘特别多 飞到北欧华夫也有很多 好的 现在还要尝一下我们今天做的华夫怎么样 这样的做法让这个华夫已经比较有味道 不需要加特别多别的东西 比别的华夫有味道 但是有人喜欢加糖粉或者奶油 最好当然是自己做的果酱 这是我们在以前的视频里 一直做的草莓果酱 今天可以尝一下 非常好吃 当然是一个甜点 因为比较甜 在德国参加什么活动 经常有这样的 比如说圣伦节市场这样的活动 我的一个中国朋友 在中国也买了一个这样的烤盘 所以这个你们应该可以自己做 不是特别难 好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意思 欢迎你们关注转发或者评论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请您建议您愿者 我只是买到一路 哇 这是什么事 对 蛤 是 。